我们都知道起初的洲际导弹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条件以及导弹体积的限制 都是通过陆基导弹发射井来发射的 直到后来才研制出更为先进的导弹发射方式 不过导弹发射井仍属于洲际导弹发射的主要方式 不过导弹发射井无法移动 因此在首轮核打击时往往都很难生存下来 所以各国对于洲际导弹发射井的质量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我们以美国在冷战期间所建造的导弹发射井为例 当时美苏两国正处于冷战阶段 战争可能随时都会爆发 因此美军在其境内修建了大量的导弹发射井 而当时美国所装备的大力神二型洲际导弹 可以携带一枚一千万吨天地当量的核弹头 而这意味着如果导弹发射井被苏联击中 所造成的后果绝对是难以估量的 因此美国对于导弹发射井的要求绝对是高的令人发指 在美军的规划中 所有建造的导弹发射井至少需要能够防御一枚小大量的核弹 直接命中的能力 因此美军在建造导弹发射井时耗资十分巨大 例如在导弹发射井的下方都会直接挖空 然后用钢筋混凝土搭建导弹基地 而发射井的四周也是采用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其中盖在导弹发射井顶部的井盖就重达750吨 而一座导弹发射井建造完成后的花费高达850万美金 如果放在现在 这个金额最起码要翻上数十倍 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军对于导弹发射井的重视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